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36年,离东北三省沦陷已经过去五年 这片土地已经被日本人冠以满洲国的伪号 但让日本人头疼的是 在这里有这么一支部队 他们发表了一片宣言 我们中国海内外同胞因一致团结起来 铲除穷凶极恶的寄生虫 魔鬼日本强盗 我们从古今中外一切历史事变 以及最近阿比西利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例子来看 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究必能打到胜利 这支部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 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冒出来 哪怕东北军撤离了 他们依然没有放弃抵抗 日本人把他们活动的地带称为矮种地带 把他们的领导者称为东边道社会治安治矮 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日本人的噩梦呢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以及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支部队及其领导者的故事 一个没有军衔却被大家尊称为将军的人 杨靖瑜 1931年918事变之后 东北落到日本人手里 东北军一枪不放撤出后 日本人本以为这片黑土地已经完全归顺 却没想到依然涌现出了一批打着各种正规军 警察大队和游击队的名义在抗日 也就是这种情况下 中共中央领导建立了统一战线 以游击队抗日联合军为基础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抗日武装 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 杨靖瑜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 至此杨司令这个名字 便成了关东军一个噩梦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在日本进国神社 有一批名叫肉弹石勇士的牌位 简单理解就是发动自杀式冲锋而死的十个鬼子 是包括东奈军曹在内的十名日本关东军 据日方考证 当时围歼东奈所部的中国部队 就是杨靖瑜率领的抗日联军 当时的抗日联军让日军非常头疼 因为他们不跟老蒋的国军一样跟你硬碰硬 而是遵循着敌进我退敌乱我打的游击战术进行活动 近1935年 东北抗连在东北三省就发起了大大小小的战斗 仅四万次 截止到1940年 共发动大小战斗近七万次 大的战斗可以去攻打鬼子指挥部 宪兵营 小的战斗就成鬼子落单 就背后给你一刀子 反正你在明处我在暗处 你永远不知道我的子弹从什么地方飞来 就这样打法 让日军在东北损失了十八万人 当然里面也包括了不少伪军 当时的杨靖瑜让日本关东军恨到了什么地步呢 1938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一共六万人的部队和警察大队 专门绞杀杨靖瑜和东北抗连 当时下达的命令是 遇到抗日武装只打抗连 其他放过 看到抗连武装只打杨靖瑜其他不管 而且还针对他的作战失路 制定了三项策略 第一 在抗连出没的地方设置港楼和巡警 把大片居民楼用铁丝网围起来 隔绝抗连和百姓的一切联系 第二 追打 只要发现抗连队伍紧追不放 逼迫抗连队伍不断分散突围 越打越小 第三 也是最起作用的一点 招降 日军改变了以前的滥杀政策 只要从杨靖瑜部投降过来的都进行优待 这三点的针锋相对 特别是第三条招降 直接导致了杨靖瑜的最终牺牲 因为叛徒的杀伤力是最可怕的 第一个叛徒叫成斌 他是杨靖瑜手下最得力的爱将 关东军抓了他的母亲 胁迫他投降 你说他投降 我们可以理解他有点孝心 但他一个人投降就算了 还拉了手下一百来号人一起投降 并带了大量强制弹药下山 而他投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日本人摧毁了杨靖瑜 七十多个秘密营地 营地里面都是存放着粮食 药品 抢血 这也使杨靖瑜的抗怜 一夜之间就淡尽粮绝 第二个人叫张秀峰 他是杨靖瑜的警卫参谋 他不仅带了大量经费投敌 还把一些绝密文件告诉日本人 直接透露了杨靖瑜的行军路线和作战意图 使日军包围圈逐步缩小 几乎可以精准定位到杨靖瑜藏身之处 而最可悲的张秀峰 还是杨靖瑜一手带大的 两人情同父子 第三个叛徒叫赵婷喜 也是最致命的一个 二月二十二月 淡尽粮绝奋战至最后一人的杨靖瑜 已经五天五夜没吃东西 遇到村民赵婷喜 杨靖瑜恳请他帮忙带点粮食和棉衣来 赵婷喜劝杨靖瑜投降 杨靖瑜便说出了那番至今都感动的话 而嘴上答应去弄粮食的赵婷喜 下了山就去通知了日军 随后日军火速赶到了包围杨靖瑜藏身之处 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而杨靖瑜的牺牲 不仅让整个东北人民为之动容 甚至让对手也为之钦佩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杨靖瑜身中树枪倒在雪地里时 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射上了大名鼎鼎的杨自立 在叛徒确认尸体就是杨靖瑜后 贵子如释重负 日军围剿了杨靖瑜数月 捣毁了他的所有营地 身边的人叛叛的叛叛 牺牲的牺牲 非常好奇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就命人抛开了杨靖瑜的胃 遗憾的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林丹妙样 只有三样东西 棉絮 稻草 树皮 负责围剿杨靖瑜的日军队长长按古龙一郎 感叹 虽为敌人 堵击壮烈 为之感叹 大大的英雄 杨靖瑜死后 为了瓦解东北抗连剩余部队的斗志 日军把他的尸体游接 残忍的把他的手机割下尸重 杨靖瑜直到牺牲 也没有被任何官方授予过任何军衔 民间称他为将军 鬼子称他为杨司令 我看过很多抗日英雄的故事 但杨靖瑜将军绝对能排上第一 因为在东北街已沦陷 大多人只求自保的情况下 还能以赤诚恶学守卫民族尊严 哪怕弹尽粮绝 孤军奋战也不丧失信念 这份气感 使抗日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存在 他在那个年代 凭一己之力 守住了中国人最后的脊梁 让不可一世的日军 看到了中国亡不了的绝望 视频的最后 曾石军只想说一句话 将军千古 好了 我是曾石军 这叫真实历史 如果你听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告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